IC封测厂受到了网通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升温 5月份的营收纷纷传出了好消息 日月光5月份营收重新回到200亿元 写下今年待月新高 细品晶圆店也同步创高 整体IC封测产业6月份的展望 以及第3季营运持续看好